一切发从心向神 你想什么就想什么经济 我今天想阿弥陀佛 我想我的自信的心得 哪有不成就道理 我跟大家说 我们要把 今天当做我这一生 最后的一天 明天早晨起来 我又是最后一天 天天都是最后一天 你就什么都放下了 你才能得到清净心 来到这个世间 连手空空而来 走的时候还是空空而去 什么也带不走 一心向佛 心里头什么都不要放了 只有阿弥陀佛 一个方向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到极乐世界 清净阿弥陀佛 就这一念 除这一念 没有第二个念头 万岸圆里才真放得下了 灾难来的怕不不怕 我天天想阿弥陀佛 天天想极乐世界 终于时候到了 我去了 丝毫恐惧都没有 天天在等待 天天在向往 这就对了 这不是消极 这是极极 我这一天 这是我最后一天 我必须断卧修善 我必须积功雷德 为什么呢 提高自己品位 应该的 苦难众生 我有一天 何一天 我全心全力 帮大家一天 我帮大家一天 心底干干净净 这三轮体空 绝不着想 念念不舍 阿弥陀佛 真能做如实观 真干 能够有四五个人 这个何何生堂就建立了 在哪里 就在这个小道场 这个小道场 光照大千 我们学过 望京欢迎观的人 都知道 念头才一起 立刻周边发街 这张信息 灵通毫无障碍 速度比光的速度快 比电磁波的速度快 念头才起 周边发街 祝福菩萨 知道 天龙鬼神 也知道 自己在这一生当中 要有坚定的信心 这一生当中 决定成福 那么这部经 现在我们学这部经 这部经就说 引导我们 一门深入 常识寻秀 一生成就 圆满 菩提 所以经里面所讲的 就是华言经上讲的 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无障碍的境界 就是一阵法界 西方极乐世界 是一阵法界 华藏世界 是一阵法界 是华言 密二之 离体 正在本经 故约 其理 这个经上 跟华言经上讲的人 完全相同 至于其机呢 这更是本经的独身 这句话讲得好不好 独身 世尊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经 那讲七级的话 那比不上这部经 所以 这部经 世尊当年在世 独自宣讲 为什么 这七级嘛 这个方法 任何人都可以说 简单 容易 文道 成就和特别殊胜 这种法门 找哪去找的 金中之 持命法门 徒贝三根 其手凡身 这独身 用的什么方法了 用念佛的方法 念佛的名号 你念四个字 先阿弥陀佛 念六个字也先 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都是梵文英语的 南无阿弥陀佛 意思是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弥陀佛翻作量 弥陀佛翻作量 佛翻作 无量觉 无量觉 是什么呢 是自信 所以 这个名号 是我们自己 就当人 自信的 名号啊 中风禅师 在西尼 法事上 讲得好啊 阿弥陀佛 是自信 弥陀 西方极乐世界 唯心 净土 不在外面 一切法 不理自信 弥陀 跟极乐世界 也不理自信 那换句话说 是我们自信变点 自信弥陀啊 再说别一点 自己念自己 我不念 坦诚持慢 我不念 自私自利 我不念 明文立扬 我念自信啊 自信是无量觉啊 这个大经里面 常常讲 这我们听得多了 学得多了 一切法 从心向神 你想什么 就信什么境界 我今天想阿弥陀佛 我想我的自信的心得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明心见心 就是妄境还原了 用这个方法 无比的殊胜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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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